《时尚》是一种对生活的看法 或者是一种对生活品位的追求 绘画也是一种从你眼中角度看的这个世界 然后所以说两者都是体现生活之美的东西 因为我平时就是很喜欢拍照 有些时候经常会自己dress up 然后就觉得很好看 想着拍照留下作为留念 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不是在照片的旁边画一个插画 这样的话把我当时拍这个照片 穿这套衣服的心情给记录下来 这些时候我坐在大街上看过 看见很多穿得很漂亮 但是很有自己个性的 它无论男女老少 我都因为我不会摄影 然后我的摄影技术很烂 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我不凭我的印象把它们画下来 然后记录下来 我当时看到他们的心情和感受呢 然后我就这样就是开始在博客上和在我的微博上开始记录这样的方式 然后后来呢 L的编辑他们就通过转发看见了那个我的图画 然后呢他们的编辑本来也是很喜欢这种绘画和时尚插画这一类的 然后就特别喜欢我的画风 然后觉得我的画风其实不仅是那种甜美 但是还是有着一定的时尚感 所以而且呢后来就开始向我约稿了 所以说他们就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就正式连载了这个街头印象部的专门 我觉得在不久 估计在一年之内我会开始自己的品牌 应该我会以就是print和首饰为主 因为发挥足够发挥我的特长 因为我毕竟不是fashion design毕业的 但是我我有我自己的优势 然后我通过我的优势和与我朋友的合作 我相信我们会推出来很好的那种collection 而且会同样的会融入东西方的不同的特色 然后能够就是说能够被国际上门给世界各个的国家的人所接受 因为我觉得无论你在哪里 人类对美的认知是共同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